而另一起意外来带您看到是发生在早上八点半左右 是在高雄的一处土石场内 有沙石车驾驶呢在卸在车上的土石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连日大雨的关系造成土石松软 因此呢车辆重心不稳就倾倒了 导致车头被车头压住扭曲变形 驾驶当时是受困在驾驶座内的 警销人员好不容易把人给救出来送医急救 但还是不治身亡 目前劳工局初步调查 认为雇主疑似让驾驶在不平稳处来作业 已经勒令停工 沙石车头被压在橘色车斗下 严重扭曲变形几乎成了废铁 警销人出动机具破坏 驾驶受困在驾驶座动也不动 情况失望火急 27号早上八点半左右 高雄田良区西德路一处土石场 53岁的无姓男驾驶开着刷石车倾倒货物 疑似因为大雨土石松软 车辆重心不稳倾倒 导致车头被车斗压住扭曲变形 驾驶因此受困车内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治 男子还是在11点多 由医院宣告不致身亡 劳工局初步调查 雇主疑似让驾驶在不平稳的斜坡 进行土石倾倒作业导致意外发生 回到现场业者低调没有回应 整齐事件详细的示范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不过雇主恐怕也将被移送地检署 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 记得苏一婷 叶红柔 高雄报导